大家好,我是Toby 我爸最近吃米鱼做中餐 之前有粉丝告诉我可以学做蛋炒饭 我今天召来了王刚老师的菜谱 本期视频我跟大家分享蛋炒饭的做法 但是我爸看不懂中文 所以我给他谷歌翻译了一下 哦 我们准备一盘冷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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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他还活着很好 准备一盘冷饭 准备两盘蛋与攒饭 用一个特殊的材料 一样 黄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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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黄。 很甜甜的 我拿了一口水 效果很好嗎? 很棒 我試試一下 不 准备腊虫一小块切碎备用 腊肠和腊肉的作用一样增加咸味 准备鲜香菇两个切碎 also 现在 加香菇的目的是代替味精增加 雪茄的皮疙瘩 是 雪茄的皮疙瘩 是 可不可以吗 是 可不可以吗 是 可不可以说的吗 那我也是 1 一个小的皮疙瘩 现在是出发了 这样的皮疙瘩 Shiitake Scheibenrollhobel 是一个好名的名字 我先放一碗 更好 首先我们把锅烧热 锅烧热之后加入适量的油滑锅 热油倒热之后再加入适量的底油 然后将准备好的蛋清下锅炒香炒香 蛋清炒香之后倒出备用 再加入少许的植物油之后将准备好的蛋红下锅爆香 如果它液了,放入屁股的屁股 我先做 然后开中小火将料头生炒爆香 料头爆香后加入炒熟的蛋清水 然后将所有原料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之后将准备好的乳酪 再加入切好的乳酪 然后调节风门短小火将原料翻炒五安椒 这以后的摸紧适量所有原料的香味进入乳酪里面 炒锅的过程中将乳酪炒均匀 再加入少数的烩酪酱油锅边淋入 然后再转大火翻炒底下 最后加入适量的葱花翻炒均匀去小锅包装 再加入炒均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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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 好吃 我做了明天早上 你觉得这个难吃吗 没有 完全没有 这是最简单的菜在中国 这都可以吃 每个人 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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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